强调友善耕作小农至产至销的花莲好市集走过了十个年头 面对客源流失摊位减少 花莲好市集在十中年区特别邀请到另外还有四大市集 总共102个摊位 12月25号到27号一连三天 在铁道文化二馆园区的内外来摆摊 也邀请乡亲来市集选好物 随着有机农业推广成功 越来越多通路可以买到有机有善的农特产品 以友善耕作小农至产至销为主轴的花莲好市集 最近几年感受到客源逐渐减少 摊位也慢慢出走 在十周年庆的时刻 花莲好市集坚持初衷 扩大举办一连三天的市集活动 广邀乡亲来体验 我们现在迈入第十年 已经十年了 然后我们想要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结束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市集现在状况其实并不是很好 比如说来客树或业绩都不是很好 那摊位数也越来越少 那我就想说刚好我有跟写写字工作室 有跟玉萍大概就稍微聊一下 我想说周年庆本来是不打算举办的 但是玉萍觉得说十年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就下来协助我筹划这一场活动 这样子 所以就找了在地的四个市集加好市集 五个市集来合作三天的扩大的那个周年庆这样子 生日派对这样 那因为我们想要利用这个活动呢 可以唤醒大家对好市集的记忆 然后我们也会在明年的时候做一些重整或整合 然后会找更多的新的伙伴进来这样子 然后可以让市集可以越来越好 花莲好市集十周年庆祝活动 特别邀请了包括家市集 他市集五百户同乐会 西博市集等 共计有102个摊位 在铁道文化二馆园区内外来摆摊 12月25号到12月27号 一连三天 从白天到晚上 欢迎民众请往逛市集选好物 也给花莲好市集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这里会欢迎时报道